三言识佛,第一是众生,众生的这个所见的佛,国土所见的佛,这还有这个众生夜报里所见的佛,还有生文的佛,圆觉,还有菩萨,如来,如来是究竟佛果,这都是佛的身,就是众生生,国土身,夜报身,生文身,圆觉身,菩萨身,如来身, 接下去是智身,法身,第十虚空身,华言始身里面,第十虚空身,这个第十虚空身,一般认为就是这里面的无边身就是虚空身,无边身就是虚空身,虚空显示广大,无穷无尽, 那么由此能够显示无量无边的身份,在始方世界度发重生,就是所谓千百亿发生了,那么所以他说,在定光佛那个时候,虚空藏菩萨就震到无边身,就是虚空身的一种吧, 而是守之四大宝珠,照明使方,围成佛杀,发成虚空,那个时候他正到无边身,就是在定光佛那个时候,正到无边身呢,他手里拿四大宝珠,这个四大宝珠是一种表法,并不是真正四种的宝珠, 是什么呢,就是四字圆明,四字,转八师,成四字,转第八欧拉耶师,成为大圆禁制,转第七穆拿师,成为平等性制,转第六一师,成为妙观察制,转前五师,成为成熟多智, 这个四大宝珠,这个四大宝珠啊,就是四字圆明,前五师,转成成熟多智,第六一师,转成妙观察制,第七穆拿师,转成平等性制, 第八欧拉耶师,转成大圆禁制,就是这个四大宝珠,就是这个四字圆明啊, 啊,就是成熟多智,妙观察制,平等性制,大圆禁制,这四字圆明, 所以就能够照明史方,围成佛差,像围成数那么多的佛的国徒,啊,都变成虚空, 以这四字观察一切法,当其极空,就是啊,空欲,虚空的空欲,由此显现这个空礼, 清正啊,不上不灭的,啊,本性原容的空的妙礼, 又一字形,现大圆禁,这就是大圆禁制独照,内放十种微妙宝光,啊, 从这里面放说十种微妙的光明来,啊,这十种微妙宝光,经文没有列出名字, 根据,啊,这个华严经里面说,就是十种智,啊,十种微妙宝光, 就是十种智慧,啊,十种智慧放出了妙光, 微妙的光明,这十种智啊,第一,三世智,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,三世智,第二,佛法智,啊, 第三,法界无碍智,第四,法界无边智, 第五,充满一切世界智,第六,普照一切世界智, 第七,住持一切世界智,第八,知一切众生智, 第九,知一切法智,第十,知无边诸佛智, 这个叫做十字,啊,佛的十字原名, 就是十种,十种微妙宝光,详细在华严经里面,啊, 他以这十种微妙的宝光,流贯十方近虚空境, 诸床王差,来入境内,赤入我身, 这以这十种宝光的智慧,啊, 周流,啊,贯注到死方世界, 近这虚空的边际,无穷无定,啊, 啊,诸床王差,床王差,就是这个, 前面华严经所说的,啊, 罚荡世界评里面所说的, 这个,这个,罚床世界,啊, 罚荡世界里面的无量无边宝床,啊, 这个宝,啊,所有世界都建立在这个宝莲发的上面, 所以叫做,啊,诸床王差,啊, 啊,所有的佛国,世界,一正二报, 统统入于我的大营镜子之,大圆镜子之内, 入境内,就是入于,啊, 虚空的菩萨的大圆镜子之内,啊, 啊,寥寥昏明显现在里面, 射入我身,射,射,射入,啊, 虚空到菩萨的身份里面, 具备这些,啊, 此方世界的所有的宝察, 一正二报, 佛菩萨的说法, 统统在里面显现出来, 这就是无量如意, 一含无量,啊, 身从虚空不相妨碍, 他的身体像虚空一样,啊, 能包含无量无边的万事万物, 不会有妨碍, 身能善入围尘过途, 广情佛丝, 得大水顺, 我的身体善能周入于无量世界, 围尘过途,啊, 每个世界里, 我都现身在那边, 做各种的佛丝, 来做利己众生的事业, 这大随顺, 就自由自在, 随顺当时的情况, 该现活生受活发, 度哪一类众生, 自由自在, 不会有所, 不,啊, 就说妨碍, 此大神力, 由我地灌四大无一, 妄想生命, 虚空无恶, 佛果本童, 说明他的灌的力量, 这个大神通伟利,啊, 由我用心, 地神去观察, 灌这个地水火风四大, 当体即空, 无所依, 并不是有什么可以依靠, 而四大当体就是空, 所以把地水火风四大, 统统会归真空,啊, 那么世间众生的妄想, 所有的生灭法, 跟虚空, 平等平等, 本来就是不生不灭, 没有两样, 把所有的希望生灭之法, 统统会归真空, 都是不希望, 啊, 成为真如自信的, 这个,啊, 这个本体,啊, 那么虚空无二, 因为虚空本来就是, 近十方变法界, 无处不空, 没有两样,啊, 佛果本童, 佛的国土也是一样, 也是这么,啊, 空而无际, 没有边际的, 处处在空, 用空观察一切法, 无法不空, 修学佛法,呀, 要先,啊, 明白空意, 世间一般人认为空就是没有,啊, 看看啊, 佛啊, 佛, 佛经里面讲空不是这个意思, 不是说没有了, 空是显示诸法无自信, 没有实体, 每一法都是因缘所生, 啊, 所以中论说因缘所生法, 我说就是空, 一名为假名, 一名中道义, 中道义, 那么就是显示, 凡是因缘生法当即即空, 没有实体果的, 这叫做空, 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灭掉才空, 那个不是的, 用意不是在东西灭掉的空, 而是说他一切法当即无自信, 他自己没有自信, 啊, 没有实在的体性, 所以叫做空, 不是要把这个法灭掉, 啊, 明白这个道理, 佛徒本空, 本来就是以虚空无二, 所以本同, 一通发灭的无神人, 我就在这个, 万法皆同虚空的境界里面, 发挥光明, 啊, 由此正道无神法人, 啊, 正道这个空而不二的无神之灵,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, 他亲证元通, 啊, 佛问元通, 我已贯扎虚空无边, 入山摩地, 妙力原名, 四位第一, 佛问大家怎么样, 这元通啊, 那虚空当初他就说, 我们因为观察虚空无量无边, 没有边际, 没有界限, 进始方变法界, 没有一个地方不空, 啊, 由此入于山脉, 三摩地就是山脉, 我从空入山脉, 啊, 有空入山脉, 空中有不空, 妙力原名, 不可思议的力量, 圆满光明, 由此显现, 空中有不空, 并不是说空, 没有了, 不是这样, 看体性论真如门, 可以明白, 真如自信本来自空, 啊, 因为他依法不利, 所以是空, 啊, 但是他有具足一切万法的功能, 啊, 所以万恨门中啊, 一法不舍, 啊, 在建立万性修行法门当中, 没有一法不建立, 法法本来当地就是, 那就是不空之意, 啊, 所以空中有不空, 古代的一般说法认为, 空中不爱妙游, 妙游不离真空, 啊, 空, 不是没有, 不是没有, 所以, 妙游, 而妙游, 游不离真空, 空有不二, 这个境界, 这个不可思议的妙力, 最圆满, 智慧光明本来自主, 啊, 我认为, 我认为修空观, 从此, 误入真空之理, 正道三脉, 这个办法最好, 最为第一, 那么, 虚空当佛山, 他是修空观, 观虚空, 啊, 应当要知道, 修学佛法, 要先知道空, 如果不明空理, 那对佛法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了解, 所以, 学佛呀, 呃, 从前有人认为, 呃, 佛法叫做空门, 空门, 呃, 实际上他不是单说空而已, 但是世人制作油, 世界一般众生都是制作油, 样样都是油, 因为众生制油嘛, 要剖除他的油的制作, 所以说空, 啊, 呃, 诸佛说空话, 为理由见, 啊, 若佛只有空, 诸佛所不化, 这是宗观论的句诵, 啊, 佛说空, 因为众生制油, 啊, 诸佛说空法, 啊, 为理由见, 因为要, 因为要使令众生理解, 理解这个有的执着的见解, 啊, 要使众生理由见, 所以说空, 啊, 那么如果你执着有个空, 那佛也不能教化他, 所以, 呃, 有一句话说, 您提有见如须米山, 不取空见如戒之旗, 啊, 有见再重, 有的见解再重, 有办法破除, 啊, 宁国生起有的见, 像须米山那么大, 啊, 也有办法破除它, 啊, 不可以生起油的见解啊, 空的见解啊, 只空, 啊, 那么认为有个空, 啊, 整个都空了, 什么都没了, 由此啊, 英国也, 英国也没有了, 啊, 势力也没有了, 上额也没有了, 那就糟了, 那叫做, 欧取空, 欧取空, 欧取空就是偏移空的一边, 啊, 啊, 所以这一类人, 他会说, 啊, 佛在心中做, 酒肉穿肠过, 他就是浮桌乱围了, 原因就是他指空, 所以若佛只有空, 诸佛所不化, 假如你指着有个空, 指空的话, 佛也没有办法教法你了, 所以, 啊, 不起空间一戒之心, 空间如果有像戒彩子那么小, 那么一点点这个也不好, 啊, 呃, 因为找空啊, 问题很严重, 有些人因为修学佛法, 结果执着空, 落空,